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xsir 今天會和大家講的是 DSE物理究竟是講些什麼呢?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之後 我們終於完成整個單元1的課程 Yeah 完成了第一個單元 除了對我為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之外 也對一班人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這班人就是中三的學生 讀到中三很自然就會問很多關於簡科的問題 例如 欸咧 我想問呢 Physics是讀什麼的? 人們說很多數計 是不是不用背負的? 我現在終於可以回答你 你來上幾堂試試就知道 第一個單元的影片已經齊了 每條十多分鐘 你可以選幾條按鍵去感受一下 讀Physics是什麼感覺 看完你可能又會問 咦 那其他單元又是講些什麼呢? DSE的物理課程 總共有五個必修單元 分別就是熱和氣體 力和運動 波動 電磁學 和核物理 我個人就喜歡把單元三斬開作兩半 因為這個單元有一半是和光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把這半個單元叫做光學 就比較合適 除了有五個必修單元之外 還有四個選修單元 你可以在四個裡面選兩個來修讀 他們分別就是天文學 原子物理 現代社會的能量消耗 和波動探測與醫學造影 在官方文件裡 他們其實就不是叫這些名字 不過我個人就不太喜歡原本的名字 所以就擅自改了 告訴你 嘩真的很多東西 沒錯 為了方便大家找到想找的片 例題和筆記 我就弄了一個網頁 把所有資源都放進去 你只需要在任何一段影片的影片資訊 按檢視全部課題 就可以找到這個網頁 好了 我把所有課題都列出來給你看 那就是物理是什麼 如果要我說的話 我就會說 物理就是萬物之理 這個世界有一些規則 是無論大件還是小件的東西 無論是生物還是死物 都一定會遵守的 無論你是一本書 一條蟲 還是一顆士多啤梨 如果有人把你拿起 放手 那你就會掉落地下 這本書 這條蟲 和這顆士多啤梨 他們共同遵守的規則 就是重力的定律 物理學就是研究這些 宇宙裡所有東西都會遵守的規則 我們研究的東西包括 什麼是能量 什麼是力 什麼是光 什麼是電 等等的 你聽到名字都知道 我們研究的這些對象 都是很抽象的 怎樣研究呢 我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解釋 我們沒有人見過風這件事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風是存在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被風吹動的那些東西 只要我們觀察這些被風吹動的東西 就可以對風的強度和方向有一定的了解 同樣道理 我們沒有人見過能量這件事 但是我們都可以研究它 因為我們可以觀察到 將水放在火上面的時候 水的溫度會提升 或者踢球一腳的時候 那個球是會移動的 這些研究方法 往往都牽涉很多的量度和數據處理 所以你都真的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我們是會花頗多的時間在計數上面 花多少呢 很快你就可以感受到 因為接下來我們會講的單元2 就是整個課程中最多數計的單元 不過希望你不要聽到計數就嚇到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玩的單元 好了 吹水就吹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就繼續講書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課題 是力和運動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